东华图卡 每年五月就到了图卡换届竞标的时候 所有有想法的学生们都纷纷组成团队 期待将那些新颖的创意 更有成效的经营策略 辅助行动 那么学校更希望怎样一个团队来管理图卡呢 竞标选拔时我们更重要的应该是有创新创业 这块热情与想法的整体团队的合作基础比较好 能够深度的了解这个经营项目的一个背景知识 对未来的经营有一些具体想法的 所以这几点就是我们最看重的一个部分 校讯的体现应该是在团队经营的全过程 这样的话包括店内的布局细节 然后经营中的活动宣传 活动落实 更重要的是店内服务的员工在服务细节中所能展现出来的 东华人的一个经济神 身份从学生到员工 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学校和老师都会给出循序渐进的指导和包容的态度 这也更加鼓励了同学们勇敢地去尝试 去争取这份难得的机会 学校和老师都会给出循序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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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就在要不要竞标这个问题上 犹豫了很久 因为当时在想 我到底有没有时间去做 或者说我如果成功了 我能不能把它做好 这个地方花了我很长时间 也非常让你头疼 因为就是在真正下定决心 开始在准备策划处的这个过程中 好比较好多经历 大概有一周的时间 每天再熬夜 在真正写策划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简单的过程 就是因为很多想法 一开始就已经有了 很早就已经有了 把它解决错了 只是一个让它更加完善的过程 其实那一次 我们的对手都非常的强 其实当时我心里面 也没什么体力 最难的应该就是 文化建设这一刻 就是把图卡任何一个活动 我们都要把它和我们的校园化 或者是校训这样结合起来 而且不是表面结合 你要跟它的什么新客的内涵 把它融入到这个活动里面去 在大学里面 经营一家自己的咖啡店 这算是做了一件很多年轻人想做 但是却没有机会做的事情 我觉得有想法就去做吧 千万不要让自己后悔 我们也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窗口 一个转播校园化的平台 因为有很多需要感谢的人 首先在一开始的竞争上 也要感谢我们之前上一阵的学长学姐 给我们的帮助 也要感谢那会儿我们的小伙伴给我们的提示 之后到我们自己组组运营的时候 学生出的李敬老师和主管七家宾同事 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工作上给了我们事无巨细的指导 同时在运营这个平台的时候 必须感谢我们的员工 支持我们的学生 还有改消费的同学们对我们的支持 还是要感谢学校我们的机会 我们的这么好的机会 他提供了一个能让我实践自己 想法的地方 通过图胎这个平台来 牵涉了更大的世界 在经营图胎这一年的过程中 我思考了很多 然后对创业人员自己的一点想法 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做自己的项目 做了不会怎么样 但不做一定会后悔 不要让自己后悔 帮有一份全实性投入 不后悔的态度 在经营过程中 落实想法 开展真正 提合校训内涵 或校园文化的活动 无论是对员工还是顾客 图胎都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咖啡店 更是一个提升自我 且是朋友 传播交流的文化平台 在这里可以收获一份回忆 同样也可以收获一份成长 更加默契的相处配合 让员工们充满拥距离 成为可以依靠的亲密伙伴 对于新的困难 新的挑战 我们学会去思考和面对 变得更加丑容与稳重 我们学会去思考 每天都学会去思考 来我们学会去思考 一路 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 还行 肯定会来那么几次 图书馆比较简单 比较方便 这不是快考试了吧 好像图书馆人太多 再来一头看 最喜欢海岩礁堂和摩卡去习百楼兵 海岩礁堂和拿铁吧 我觉得上一届的那个会员日挺好的 希望能够继续 活动的话就举办一些咖啡上楼 教大家怎么做咖啡这样的活动吧 我们通过前期对图卡的分析 其实总结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里大致的说那两个方面 首先是内部的 内部存在的监管不利的行为 比如说热心的把握 小包的把握 既然都是存在一定的监管漏洞 所以我们也会也进行了 针对这方面的监管也进行一方面的完善 另外一方面呢宣传工作也做了不是很大位 所以我们也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宣传策略 全面的布局深入了很多 然后外部呢 外部呢我觉得图卡目前模式是既定的 很死板没有非常拓彻的分析市场需求 没有去迎合选择 这也就是呢 假如以后进行成功了 我们也要去做的 去改变一个方法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还是不管是参业也好 还是你当员工也好 还是当老板也好 我觉得都是在不断地学习 然后我刚刚也说到 我们继续团队其他生意专业的 专业也不足 今后呢我们也会 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学习 网界团队不仅做出了榜样 还针对不清晰不明确的问题 为新团队答疑几乎 顺利的交接后 新团队的成员们也都满怀热情 细心学习和考察 为新学期的经营 定下的目标和规划 然后就以后的规划来说 我觉得首先我们会在 活动的创新性 或者是宣传途径上 有一个大的改善 其他的觉得 像以营养的这个方面 或者是托卡的地理位置 的环境方面 可能我们没有 没法做很大的托卡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让托卡 变得更存在的体系 对了 需要加坡通的小路 如果有运行平坎 也是问题了 还要有效性 自己度过程度的 然后呢想就是在 以后做宣传途征 只是为了 其实我们也要 给宣传途征 或者是要人 严重更容易 一种位数产 就是这种 其实在宣传方面 在托卡的那个 更辛苦的 进步的空间 还是很大的 宣传方式 进步做到 什么环境 然后我们的 接下来 这个的话 对他的 宣传途径啊 和各种方面 能够更多一点的改进 让这个宣传的帮助 这样的 让没有来过托卡的人 爱上托卡 让来过托卡的人 爱上托卡 相信这就充满活力 和召集的运行人 能够在这个道场 掌握和力量的同时 让托卡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第一次的经理 提出当托卡的作品 有什么 重点呢 就是他们之前 主要还是在 构架的机会 然后 现在 什么时候 就从鱼到鱼 然后我们之后呢 到鱼到鱼 这一天会再 不再只是 就是经营 我是半天少跑 因为我没过活动 也是在医生之间 所以边做活动 再边关这些 对啊 造成 是活动的啊 对啊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热情 对 这种设计的热情 我们是因为热情 就是想要做的 就是 也太太错了 但是我们 从而进的是 是因为有一点 就是因为 原来 没有太了解过 关于咖啡 就是 经营这方面的 东西 所以我们 就开始 属于学习的阶段 就会给我们 再次 seeing 我们这个 我们的 感谢 我们的 我们的